市長,今天早上北市升級財務期,這是台北市政府的第一次嗎? 我當市長才兩年,我不曉得 所以這兩年是第一次 有許多市民打1995,不太恰當 對,還是有人抗議 不過這因為一方面這也是議會的決議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 但是我還是叫民政局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可是這樣會不會讓大家覺得說北市府其實是挺多元成家,你們自己的意見 應該這樣講啦,我們還是一種 不要叫挺,我們叫尊重多元的文化 昨天有發公文去台北商場公司那裡 現在如果確定11月2號他沒有召開董事會 甚至沒有選出董事長,那你最後的一個手段會是什麼? 這個戰略有重生嘛對不對 所以一步一步實用嘛 我講過嘛,第一次是台北市政府 房子也是台北市政府 我們只是委託人家經營 我是不希望他一個人事讓你搞不定 拖一個多月,這個太離譜了 所以是這樣嘛,我說不可以派系卸托嗎? 不顧這個民生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他盡快把人事搞定 趕快回歸正軌 有跟張榮衛在見面,或是有跟他通過電話嗎? 我不是沒有跟他通過電話 不過反正,每天看電視都看得到還要見面 市長,可是昨天張立善出來講說 他認為你好像在消費他哥哥 他說他哥哥已經很久沒有出來管事 他說是你一廂情願,有點在轉移焦點 唉 好啦,有其他問題嗎? 好啦,好啦 你當記者到這麼久了,你的判斷呢? 那你所以實情是怎麼樣? 好啦好啦,反正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還是一樣,人事盡快搞定